在上个单元中,我们利用最小平方法找出Y对X的回归直线 但是当数据很多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求最适直线方程式,计算量就会相当的大 因此,为了简化计算这个单元,我们先求已经标准化过的两组数据X与Y的回归直线 首先,我们先假设有三组标准化数据X1Y1,X2Y2,X3Y3 其标准化数据Y'对标准化数据X'的回归直线为L Y'等于MX'加K 由于两组数据X'与Y'是标准化数据 因此,它们的平均数μxμy均为0 标准差σxσy均为1,并且得到下列结果 μx等于0,得X1加X2加X3等于0 μy等于0,Y1加Y2加Y3等于0 σx等于1,故X1平方加X2平方加X3平方等于3 σy等于1,故Y1平方加Y2平方加Y3平方等于3 r等于3分之 x1Y1加X2Y2加X3Y3,得X1Y1加X2Y2加X3Y3等于3r 根据最小平方法 s等于mx1加K-Y1的平方加mx2加K-Y2的平方加mx3加K-Y3的平方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S的最小值 将S化减 s等于mx1加K的平方-2乘以mx1加K-Y1加Y1的平方 加上mx2加K-Y2加Y2的平方-2乘以mx2加K-Y2加Y2的平方 953加2mx2加K-Y2加2mx2加K-Y1的平方 the平方-2乘以mx2y2加KY2加Y2的平方 and x3平方加2mkx3加k平方 减2乘以括号mx3y3加ky3加y3的平方 等于m平方乘以括号x1平方加x2平方加x3平方 加2mk乘以括号x1加x2加x3加3k平方 减2m乘以括号x1y1加x2y2加x3y3 减2k乘以括号y1加y2加y3加y3加 分别像x1加x2加x3等于0 y1加y2加y3等于0 x1平方加x2平方加x3平方等于3 y1平方加y2平方加y3平方等于3 x1y1加x2y2加x3y3等于3r 代入可得到s等于m平方乘3加2mk乘0加3k平方 减2m乘以3r减2k乘以0加3 等于3k平方加3m平方等于6mr加3 因为k平方大于等于0 所以s最小值一定发生在k等于0时 去k等于0得s等于3m平方减6mr加3 等于3乘以括号m平方减2mr加3 再经由配方法可得s等于3乘以括号m平方减2mr加r平方加3 减3r平方等于3乘以括号m减r的平方加3减3r平方 固知m等于rk等于0时s有最小值 由此我们得到标准化数据 xi' yy'之回归直线方程式为 y'等于rx' 其中r为x'与y' 一为x与y的相关系数 接着我们把xi'等于sigma x分之xi-μx 即yi'等于sigma y分之yi-μy 带回y'等于rx' 得到未标准化的回归直线为 sigma y分之y-μy等于r乘以sigma x分之x-μx y-μy等于r乘以sigma x分之sigma y乘以括号x-μx 由尚可知 此回归直线通过μxμy 而且斜率为r乘以sigma x分之sigma y 再将标准差sigma x sigma y 以及相关系数r的定义代入 可得斜率等于r乘以sigma x分之sigma y 等于括号x1-μx的平方 一直加到括号xn-μx的平方 分之括号x1-μx乘上括号y1-μy 一直加到括号xn-μx乘上括号yn-μy 因此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述的方法推得 当有n个点x1-y1-x2-y2-xn-y-n 以及它们的平均数μxμy标准差sigma x sigma y 则回归直线为y-μy等于r乘上sigma x分之sigma y 乘上括号x-μx 接下来让我们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下表为库克学园种植香蕉 每公顷使用肥料量x公斤与香蕉产量y公斤的关系 第一题是求y对x的最适直线方程式 第二题是由上题推测 若库克学园每公顷施肥量为350公斤 则产量约为多少公斤 四捨五入取到整数位 解答第一题 首先我们先计算求的算数平均数μx等于340μy等于7250 接着根据回归直线公式 y-μy等于r乘上sigma x分之sigma y乘上括号x-μx 其中斜率r乘上sigma x分之sigma y等于括号x1-μx的平方 一直加到括号xn-μx的平方 分之括号x1-μx乘上括号y1-μy 一直加到括号xn-μx乘上括号yn-μy的条件 制作下面这张表格 最后我们再将上面求得的结果 代入回归直线的公式 并可求得回归直线方程式为 y-7250等于11200分之24000乘上括号x-340 化解后可以得到y-7250等于7分之15乘上括号x-340 第二题将x等于350带入最式直线方程式 可以求得y约等于7271 因此当每公顷施肥量为350公斤时 可得产量约为7271公斤 解答 第一题 y等于36分之55x加上36分之155 第二题 y等于12分之235 最后让我们整理一下今天学到关于回归直线的知识 当数据x与y未标准化时 y对x的违规直线为括号y-μy等于r乘上sigmax分之sigmay乘上括号x-μx 其中r为x与y的相关系数 此直线写率为r等于sigmax分之sigmay等于括号x1-μx的平方 一直加到括号xn-μx的平方 分之括号x1-μx乘上括号y1-μy一直加到括号xn-μx乘上括号yn-μy 此回归直线通过平均数μx-μy 当x'与y'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回归直线为y'等于r乘上x' 其中r为x'与y'的相关系数 回归直线为通过圆点且斜率为相关系数的直线 在这一小节中 我们介绍了最式直线回归直线方程式的计算方式 当我们知道两变量之间可能有线性关系存在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最式直线来描述它们的关联性 而当求得y对x的最式直线后 通常会使用此直线方程式作为模型 观察在x变量改变的情形下 y变量的变化已作为预测与决策的根据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